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爱的教育,亚米契斯,出雪 孩子们最喜欢的出雪来了 从昨天傍晚开始,大片大片的雪花 就像紫罗兰花瓣似的漫天飞舞起来 今天早晨刚来到学校 就发现学校的玻璃窗上、窗台上都堆满了厚厚的积雪 那情景真是漂亮极了 就连我们的老师也出神地望着窗外 好像在沉思着什么 只有四代弟一个人不关注下雪这件事 仍然目不转睛地盯着黑板 放学时大家的那股高兴劲,快乐劲就甭提了 每个人都以最快的速度冲上大街 胡乱地抓起一把雪 在掌心里慢慢地揉成一个漂亮的雪球 兴奋地对打起来 那些来学校接孩子的家长们举着的伞都变白了 那些校园警卫队队员的头盔也全都变成了白色 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喜悦 就连平时不怎么笑的波莱可西和罗贝蒂 这时也高兴地大喊大叫起来 可怜的罗贝蒂拄着拐杖 正在小心翼翼地团着雪球 眼神里满是欢喜 从来没见过雪的喀拉布里亚少年也团了一个雪球 他像捧着一颗珍珠似的盯着雪球看了很久很久 最后他张大嘴巴大口大口地啃起雪球来 克洛西蹲在一个小角落里 不断地用自己动的通红的小手往自己书包里装雪 碰见小石匠的时候简直把我乐坏了 我的父亲对小石匠说 希望他明天到我家里来玩 只见小石匠的嘴里塞满了雪 想说话也说不出 想把雪吐掉也吐不出来 只是一个劲地向我们点头 表示非常乐意到我家来玩 女教师也结伴从教学楼里跑了出来 我二年级时的女老师 仍然用那块绿色的纱巾罩住脸 一边小心地走着 一边不断地咳嗽 这时林校的女学生也冲上了 这白色地毯一样的雪地上 一路尖叫着嬉闹着跑了过来 男老师们 学校的擒杂工们看到这幅情形 大叫着说 同学们 当心哪 你们似乎很喜欢冬天 可是不知道你想过没有 在这个世界上 仍然有很多孩子饿着肚子 穿着单薄的衣服 他们怎样度过这个冬天呢 成百上千个农村孩子 正在用他们掌满洞窗的手 一车一车地往学校里运送柴火 甚至还有上百所学校 被厚厚的白雪覆盖 他们的教室就像冰窖一样寒冷 那些可怜的孩子在浓烟中上课 眼睛还不安地看着这窗外的大雪 他们是多么害怕这场雪会越积越厚 到最后会压倒他们的小屋啊 孩子们啊 你们是这样的喜欢冬天 这种心情我可以理解 但请你们不要忘了 在冬天会有多少人 正在面对寒冷的威胁 你的父亲 我可以理解